Employ 这个字先来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em我们念成im P-L-O-Y的oy我们念成oy 整个字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employ Employ Employ 这个字它是一个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雇用 我们看英文的解释 To pay someone to do work or a job Pay 指的是付钱 付钱给某个人的目的 是希望他们能够工作 工作有两个字 一个是work 注意这是不可数 所以前面不加贯词 job这个字是可数的 所以前面可以加儿 我们来看例句 With his restaurant business growing fast Mr. Finch decided to employ more people to serve the customers 我们看这一句 好 with这个字一开始 它给我们一个解析词 那with这边我们中文 可以把它翻成随着 ok 好 他说呢 随着什么呢 随着他的餐厅 Restaurant business growing fast 好那这边整个就是一个介细词 骗语 我们当作是整一个 副词来修饰 后面决定这个动作 他为什么决定要这么做呢 因为有随着 他的餐厅的生意 事业 growing fast 那这边注意要加上ing 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一个句子 它是一个片语 所以片语呢 里面不可以有动词 所以你要把这个动词呢 改成分词 growing fast 随着他的餐厅的事业呢 越来成长的越来越快 Mr. Finch 他决定去做这件事 好 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去聘雇越多的人 更多的人 来去做这一件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serve serve的意思呢 就是为什么什么服务 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意思 好 或者例如说呢 提供某人啊 茶点啊 或者是菜这一类的 ok 上菜这一类的 好 所以这边呢 是为了要去服务呢 那些customers 好 那我们知道customer 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顾客 好 那employ 这个字呢 我们在后面加上er之后呢 这个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employer employer 那聘雇别人 来为他工作的人 那我们中文就翻成雇主 来我们来看地区 As a new worker Gina was a bit nervous to ask her employer for a raise as 好 这边呢 也是一个介系词 片语 这个介系词呢 我们就翻成 所谓的身为的意思 好 那身为一个新进的员工 Worker Gina这个女孩子呢 was a bit nervous 她有一点点紧张 nervous这个字的意思 我们中文呢 就翻成紧张 好 什么事情很紧张呢 ask her employer 请她的雇主 请她的老板 好 要求她的老板 做什么事情呢 for a raise 好 那这边的raise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raise这个字呢 当作动词是 举起提高养育的意思 如果后面接小孩子 或者是动物的话 raise可以当作养育 但是这边的名词呢 它当作加薪的意思 OK 所以呢 他呢 要她的老板帮他加薪呢 他感到有一点点紧张 好 那接下来 employ 这个字特别要注意到 我们在后面加上 ee 之后 这个字 重音要落在 ee 这个音节里面 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 employee employee 一个是念 employer 一个念成是 employee 好 特别要注意到 那当作名词 employee的意思就是 被聘雇的人 那就是员工 或者是受雇者 来我们来看例句 the boss asked all her employees to work overtime in order to finish the project on time the boss老板要求 所有的employees 所有的员工 做这一件事 to work overtime 这个片语呢 我们不妨记一下 这个work overtime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翻成加班 over time就是超过时间 好 他呢 去加班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呢 in order to 表示已变的意思 以变呢 要去完成这个计划 好 这个计划叫什么样的时候 完成 要准时的完成 on time 这个片语 就是准时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 employee 这个字的后面呢 我们再加上ment 很多同学 应该都知道了 ment 它是一个名词的字 为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 employment 名词 中文翻成工作 或者是受雇的意思 注意哦 这个名词呢 它是属于不可数的名词 来我们来看例句 It's not easy these days to find employment without the university or college degree It's not easy 这个It's not easy 表示这一件事情不容易 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呢 these days 就是进来 最近的意思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进来 英文念成 these days 进来呢 这件事情不容易 什么事情呢 这个it在这边 是虚主词 真正的主词在后面 这个不定词 评语 表示这件事情 进来并不容易 什么事情呢 to find employment 找到一份工作 without 而没有 而没有什么呢 without a university or or college degree degree呢 原本指的是程度 角度 注意哦 它可以当作文凭 尤其指的是大学的文凭 英文就念成degree 中文就翻译成文凭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没有大学的文凭的话 最近 如果你要 找工作的话 你会发现 这件事情 并不容易 好 所以这个字 名词 我们念成employment 员工 employee 雇主 employer 好 动词 雇佣 employ employ employ